另外看到有一位越南的工人跟女友到新加坡出游 为了要庆祝女友的生日 想买iPhone6新手机讨她欢心 没有想到竟然遇到黑店 除了已经支付大约两万三千块台币的费用 店家还要她付上大约三万六台币的保养费 这名男子当场下跪 哭求店家饶了她 男儿膝下有黄金 但这名越南男子却不顾三七二十一身类巨下 因为他在新加坡买iPhone6被黑店给骗了 双手合掌苦苦哀求 这名28岁的越南工人 每月薪水只有区区新加坡币200元 约4700台币 但为了讨女友欢心 存钱存了好几个月 才一同到新加坡出游 在当地商场想买iPhone6当女友生日礼物 付了约两万三千台币 不料签下合约后 店员才告知她要额外支付 多达约三万六千台币的保养费 加起来超过她一年的薪水 知道自己受骗后 他恳求店家放他一马 却被店员善笑 索性后来这段影片 遭到疯狂转载 激起新加坡人的同情心 竟然有网友募款达到约37万台币 要让越南男子安心回家 为了iPhone6不惜下跪 也让人牵索未见 接着陈品璇 黄维如总和报导